接电 我们这个先把插胶插上 接到我们车前面了 哎 这线是不是穿一下 要不然这有点浪费吧 这绕一大圈 距离 但是这个没亮啊 啊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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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们都是电缆 电缆的线 拉起来比较容易 四台车呢不会把烧掉 把这个线 不然他一般这个一般的电线 四台车肯定要烧掉 好 我们先把 电接着 到这种荒郊野吧 如果有电 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周董现在在做我们的中间的插头的防水 然后我们把这个 电线呢尽量 插到中间 这样他我们四台车都可以接的到 好 藏在这个里边 我们就可以兜充电 周董最后再插一个 我们三台车充 应该不开任何电器的话 充电是没有问题的 哎 肉浪 让米罗下来跟肉浪玩一下 米罗 米罗 来 下来 下来 来 开马 开马 肉浪在外边玩呢 去 找肉浪去 然后就是接水 房车出门水电 第一位 所以我们先把水接起来 水要放在中间 还要再拿根管子 再拿根管子 然后把这个放在中间就行了 把这个放在咱们中间 这样的话四处都可以拖着转 刚好就把它拧进去 你看 这样就好了 可以 然后再把它拧紧 看 这样还比它那个省水呢 不漏水 然后我们再把它打开 哎呀 怎么打开 我刚才怎么关的 好 哎 这样就来水了 水质太差了 湖水 这边是自满水 所以我们打算把 车里边的水全放了 然后再重新加 刚好洗一下这个 洗一下这个水箱 这边有虫啊 不是这边 那边 那边有虫是吗 对 但这边应该是很干净吧 那个虫还在冻 我天这边水好清澈 再把这个 用九星杀毒 这个水塔杀毒药 把车里边的水全部在杀一遍毒 然后把水放掉 然后重新灌新的水 因为这边的水是自来水很清亮 我们之前是没有办法 所以去加河水啊 但这一次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彻底放掉了 水已经放空了 没有了 几乎没有了 再点点滴滴 再凝着 然后我们给口上放一片这个 消毒片 然后 再加水 哎 好了 我和君哥两个人打算要先去山上去逛一圈 然后看那边是什么情况 走出村子好久 然后来到了 我们西北第一村的这个石头面前啊 西北第一哨在我们的后边 我们有可能进不去 可能是会插一张图片 在 视频的下方 大家看一下那个哨塔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次不一定能走进去 我们现在 到了这个村子 按理来说应该能看到最高处 这边是我们住的那个村子 这边呢 会有一个石碑写着西北第一村 白哈巴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在处于一个四国交界处 就是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的一个交界处 四国交界处 我们下去 在这个角度是可以看整个村子 现在这个村子呢 其实跟 几年前啊 有很大的变化了 就多了很多房子 多了很多屋子 希望是个阴天吧 看阴天的时候这边就很美 这个小村罗 这两天徒步徒的有点多 而且我今天穿这个鞋子 它不适合走路 我们还要去一下这个山上边 在我们背后 那个山顶上边有个条路 我去换一双鞋子 顺便给这个家伙喂点水 然后我们就要出发 看这个家伙回来之后 渴的 我们直接上了趟山 走了不到两公里 你就渴了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进口食品商店 然后进去买了一根 棒棒糖 你看肉总大包小包买的 这个 那我只拿个棒棒糖出来 走了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没有航拍内容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牌子 因为我们先到达边境管制地区 不可能 航拍 那我带着米罗 刚才还拿着这个棒棒糖 这个棒棒糖 其实怎么讲呢 吃起来真的是冰糖 但它又是黄色的 就不是那种 纯冰糖的味道 就是大口大口吃也不觉得甜 有点失误 当然我们前面还有 其他的地方 我们去看看 走了 好远好远 好容易到达这个 镜头中间这个西北第一景物市 那这个杯呢 进在院子里面 然后呢 我们又进不了院子 之前 合早之前来这边的时候 是可以跟这个石头合影的 那现在不行了 带着米罗 我们就当 散步了 回到营地 哇天 这天实在是太热了 不行了 别说狗了 我自己都晒着就不行了 幸亏我把这个遮阳帘 弄了一下 你看我跟君哥的车 我们俩都有这种太阳反射的这个东西 米罗 也可能不行了 我们得上车 米罗 回到车上之后啊 这个 电扇得打开 我天 外边太热了 这边就中午热 但晚上马上就会冷起来 来看 什么天窗 之类 我们先打开来睡个下午觉吧 对于我们来说是午觉 其实是 天我这一觉睡的8点10分 真是 太牛了 被肉总叫起来吃饭 穿着鞋子 我们现在去吃饭 太舒服的环境下 总是让人睡觉 安静的小村庄 这个地儿还挺舒服的 我们的车就在这边 我们要去吃饭 吃饭就在我们的旁边 这每天睡着吃吃着睡着养猪生活 其实还是挺美好的 今天我们的晚餐 大盘鸡 旁边还蹲着一个 闹着玩的家伙 坐坐了20 我也不敢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也不说 反正就蹲在这 对着外面的山 甚至他还卧下来 你猜这个家伙会不会咬人 据说是不会 五个不要蜡椒 真的不会 对遇到任何狗的时候 你先让他闻一下你 我天这头儿太大了吧 吃一半下雨了 那边还烤着羊肉串 我不知道那羊肉串能不能烤熟了 雷只鱼 然后我们搬到了这边 把没有吃完的在搬上来继续吃 因为我们这个顶上在这有顶 经历了一场过云雨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窗户 是窗纱 我得赶快 把窗户伸起来 回到车上之后 把前边全部 做了遮阳了 因为我突然觉得我有点 好像是要 感冒的样子 今天就不写作业了 要关灯 休息 我先休息一下吧 现在是九点钟 稍微休息两个小时再起来 开会电影 感觉好像是有点感冒 不过 那人庆幸的是 我的窗外有道彩虹 外边还在下着一段 这雨是 越下 越多 走哪下哪 但是那道彩虹真的很漂亮 把它伸出去 可以看到 整个整条彩虹的样子 看电影被电影吵醒 现在十二点差十分 完全睡不着了 我看我还是起床 去做视频吧